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里面的情况 只见一条藕白色的下肢飘浮在棺叶上 吓得考古人员立刻让在场的人将棺盖重新盖上 这下在场的考古人员都不淡定了 竟然发现了一具和马王堆一样千年不服的女尸 将不服女尸发掘出来后 考古人员发现 她的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 肌肤还有弹性 连指纹脚纹都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 这座墓葬还是罕见的两果四冠的大型旱墓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玉器 还有古代度量工具 七木尺 十一枚木毒和两枚铜印 其实 这座古墓的发现还要从2002年连云港的一条道路施工说起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 到处都在修路 搞建设 连云港 双农村也有工人在忙碌着 正当挖掘师傅在挖掘的时候 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下面怎么有一块大石板 一开始也并没有在意 毕竟在地下经常会挖到石头这类的东西 但是 当将这个东西整个挖掘出来之后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竟然是一座棺木 这可把工人给吓坏了 立即停止了施工 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有关部门 接到消息后 当地有关部门立即安排勘察小组到达现场 有经验的考古人员经过勘察看出 这座古墓的规模非常巨大 并不是一般的平民墓葬 应该是汉代高等级的大墓 由于棺果的石盖板在施工的时候已经被铲了起来 墓室里面的景象已经显露无遗 这竟然是一座两果寺棺的墓葬 其中的三具棺果被放在北果寺 而另一具是单独的南果寺 为了方便对墓葬的发掘 专家分别将北果寺的三座棺木从南到北边排为一号棺 一号棺二号棺三号棺 而南果寺的为四号棺 而且可以看到 在同一果寺的三具棺木摆放得非常紧密 中间根本就没有额外的空间来存放物品 专家猜测 既然三具棺木被放在同一个地方 那么就有可能这三个人是同时下葬的 在当时夫妻合葬墓是很常见的 但是像这种两果寺棺还是头一回见 这让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非常的疑惑 他们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竟然用这种奇特的方式下葬 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可是并没有发现有相关的记载 看来只能从墓葬中找答案了 由于事态紧急 连云港市博物馆几乎出动了所有的考古力量 要知道 作为一个市级的考古 能够挖掘这样的一座墓葬是非常难得的 为了避免在运速途中 对棺木里的文物的损坏 考古人员决定 对这座古墓进行就地开关 附近的村民在听说这件事之后 也纷纷前来驻足观看 都想看看 这座古墓里究竟能挖出什么宝贝 在经历残存的果实盖板的时候 专家们发现在二号棺木上方 刻有两个隶书文字 东宫 专家猜测 这很有可能和这座棺木主人的身份有关系 而说到东宫就不得不想起和道教之间的联系 在道教中 东宫指的是 与阴神西王母对应的阳神东王宫 也被尊称为东华帝君或扶桑大帝 而更加巧合的是 专家查阅资料发现 关于这个神旨最早的记载也是在汉代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 很有可能 这座棺木的主人名字里面就有一个东字 而东宫就是对其的尊称 专家们首先对一号棺木进行清理 这座棺木是由一整块木头通过工具制作出来的 专家们打开棺木可是费了不小的功夫 将棺盖打开后 专家才发现 原来棺盖和棺木间用木损镶嵌非常的牢固 专家们还在果实和木坑之间发现了青膏泥 青膏泥具有隔绝空气和锁住水分的功能 是墓葬防腐常用的措施 即便是这样 经过两千多年的埋葬 棺盖已经有了腐蚀的痕迹 当打开棺木之后 考古人员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积水 里面的丝织陪葬品被腐蚀之后 已经面目全非 给考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虽然大部分的文物已经被腐蚀 但是通过清理专家 还是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文物 一个直径十厘米的连弧纹 铜镜和一串铜钱 这串铜钱的发现 让在场的考古人员兴奋了起来 铜钱可是能证明 这座古墓年代的有力证据 通过上面的文字和图案 专家们断定 这些钱币是汉武珠 这是汉武帝在位时期 为了统一钱币而制作的铜钱 这表明 这座藏墓的年代 肯定不会超过武帝时期 而且铜镜虽然是生活用品比较常见 但是这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 所以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一定也不一般 专家对其他棺木里面的文物更加期待了 紧接着就开始了对二号棺木进行开棺 有了前一次的经验 这次开棺相对来说比较顺利 打开棺盖后 专家们发现二号棺木里面虽然也有大量的棺叶 但是却也和一号棺木里大不相同 这座棺木里面的棺叶就像是一汪清水一样 可以清晰地看出棺木里的景象 考古专家通过清理发现里面是一位男性的尸骨 应该就是这座古墓的主人了 在里面还出土不少珍贵的文物 其中让人惊讶的是 在棺木里还发现了一只毛笔和梳子 这是古墓中很难保存的 不过最珍贵的还是里面出土的墓读 上面的文字很有可能会带给人别样的惊喜 接下来专家将目光转向了四号棺木 这座棺木和一号棺木基本一样 但是在里面也出土了不少的文物 木书 铜钱 还有一组七连 这组七连虽然被腐蚀得非常严重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它的设计非常的精巧 这组七连由七件组成 它们互相嵌套 但是形状各异 上面还有非常精美的文饰 好不容易 轮到了三号棺了 但是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在没有照明工具的情况下 考古人员没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对三号棺木进行清理 经过商议后 考古人员决定将三号棺木运回博物馆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进行开关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三号棺外面虽然有清晰的挖掘机挖掘的痕迹 但是并没有严重的破损 而且外面的黑漆还相当的光亮 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座棺木可谓是历经磨难 通过在场的施工人员的讲述 考古人员才了解到 这口棺木竟然从三四米高的地方跌落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 挖掘机将这座棺木挖出来的时候 本来是打算将其安置在高台上 但是每放一次就滚落一次 这让施工人员感到十分邪门 或许是不想离开沉睡两千多年的木坑 多次滚落在里面 面对这种情况 施工人员也就任由他在木坑里面待着了 当考古人员听到这一番话之后 对三号棺木里的情形非常地担心 从前几座棺木的发掘情况来看 里面还会有不少珍贵的文物的 不知道里面的遗骸和文物 有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 等到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之后 专家们开始对三号棺木进行开关了 打开一条缝后 有考古人员就向里面去准备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里面有一条人腿在上面飘着 怎么有具尸体在里面 在场的考古人员一时间不知所措 赶紧通知了在向上级汇报挖掘成果的馆长 当连云港博物馆的馆长赶来后第一时间看了棺木里面的情况 真的是一条保存完好的下肢 于是他立即让在场的人员将棺盖盖上 在场的人都没有发掘不服尸体的经验 害怕贸然的发掘会对不服尸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等到做了充足的功课之后 专家们第二次打开了棺木 将不服尸体转移到了一个充满富尔玛林的容器当中 可以看出这是一具不服女尸 而且容貌非常俏丽 有考古人员按压尸体的皮肤非常有弹性 手纹足纹都十分的清晰 保存的十分完好 将不服女尸安置好后 专家们开始继续对棺木里的文物进行清理 里面有铜钱、铜镜、七木尺 尤其是这件七木尺 给研究当时长度、度量单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更加令人惊喜的是 在三号棺木里同样也出土了目读和铜印 这枚铜印不同于二号棺木里的那样绣迹斑斑 反而是十分清楚 而且很清晰地看到上面刻有灵士惠瓶 而上面的闺牛 证明牧主人最低也是个县令级别的 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牧主人的身份 所以牧主人的身份也成了一个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